我應該是跟蘇宇差不多 菜錢是5萬 對 這是合理的 老公零用錢 我覺得比較合理吧 他高興就好 他高興 因為我老公 他是一個沒有什麼物欲的人 然後我反而會鼓勵他說 你可以買你喜歡的東西 但他跟Ben有點像 就是他喜歡的東西有時候會 就碰那種 對 比方說有 比方他也是喜歡錶 然後他也喜歡車 所以他其他都不太在意 比如說衣服他可以亂穿 我穿好幾天 他有一次還拿一件衣服說 你知道這件衣服 是我國中的衣服嗎 國中 他的有著 他覺得很得意 他說你看我還可以穿 我們家的就是用錢的話 是有一個共同的家庭帳戶 所以他就會定期的打錢進來 所以其實我不太會管他 他要買什麼 那我要買什麼 他也都是隨便我 所以我也 因為我也不是這個物欲很高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有共識就好了 我就比較不會管他 對 那菜錢的話 就是因為我自己有在做的菜 5萬 對 所以我覺得小可 這真的太誇張了 5萬真的太誇張了 小可 我是沒有注意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每一顆都要再多加一個零 好了 好了 姐妹們 幹什麼東西 菜錢5萬是現在目前最高 我覺得合理 對 因為我覺得自己做菜 有時候比外面吃還要貴 因為食材會用好 有可能 因為如果你買了牛排或什麼的話 的確 現在牛肉多很貴 海鮮也很貴 吃拼裝肉就好了 還不好買 你給小孩吃拼裝肉嗎 對啊 然後買完 有時候偶爾假日要出去吃飯 對 所以加一加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對 我現在很喜歡用外送 外送其實 一不小心就一個月一兩萬 很容易 這個帳單來的時候 就怎麼那麼多 UberE好用 好用 膚Panda 各式各樣 沒錯 小孩費用 小孩費用差不多 小孩費用的話 因為他有上 我有上學 所以有加上學 我還沒上學 但他有上那個音樂課 什麼Music Together 他這樣就7萬 還不加老公的費用 對啊 老公我就隨他去 而且他還沒有自己娛樂的費 對 我也沒有固定的 媽媽現在跟有孩子以後 其實娛樂真的會變少 會 對不對 然後你的朋友圈會換 會 就只跟有孩子的 就是 因為像你不會想要跟 這種媽媽的主持朋友 沒有人想跟媽媽當朋友 沒有 因為媽媽真的很煩 你知道那個照片 會拿給小朋友給你看 然後你不說可愛也不行 然後可是看到第28章的時候 你怎麼還有其他些東西 就是明明都長一樣 而且那個像FB就會被小孩洗 會 然後我朋友就會問我說 你看我小孩他出生長得好可愛 但我就是說不出可愛兩個字 因為真的不可愛 我跟妳講如果 你如果看到不可愛的時候 我跟妳講 我就會說 妳小孩 長得好好喔 妳可以說 妳可以說 她長得好像妳 就是絕對不會錯 來看妳的 我覺得我的 因為我有兩個兒子 然後都已經就是 有點大 一個小姨媽 這是用粥來記錄 對啊 一粥 我跟你講我們家每餐都有魚 然後每天的水果 都要三種以上 對 還有水 對 每天 因為我兒子超愛水果 然後我小兒子不愛 但是平衡一下 我跟我老公也都蠻愛 所以我們水果 你像我也是一次買 一個禮拜的份 所以一定大概都是 四千五千左右的餐費 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在家做 大概兩萬出 差不多 對 老公隨意花 對 就是她想 因為我們兩個是分開管 就是她 她的錢她自己管 我的錢我自己管 可是如果要遇到小孩的時候 就是 有時候我拿 有時候她拿 就大家都還蠻平均的 所以她其實要花什麼 例如說她要買錶 買車什麼 她就會一直在我旁邊 念很久 說 我覺得那台車還不錯 妳覺得怎麼樣 妳覺得那台車真的很不錯 妳覺得這好看嗎 然後一直給我看那照片 公仔的 對 她就是 因為她小時候也是 就是沒有買玩具的機會 所以她就是也很喜歡這種 公仔 我發現小時候 如果沒有得到什麼東西 長大會狂買 對 會 她現在還有在買公仔嗎 還有 而且她有時候一次 同樣的會買兩隻 因為一隻可能收藏 一隻她覺得 不錯的時候 可以炒賣加賣 這個不錯 你知道這個 在ebay上面已經到多少錢了嗎 我記得不知道幾萬美金 這隻公仔要幾萬美金 她有買 她也不會買 然後每次打搜尋 在ebay上面 看到那個價格的時候 她就說妳知道這現在 可以多少錢嗎 妳們會保值 對 她都這樣跟我講的 保值 對 然後 小孩的費用真的 因為我們家比較多 我裡面有一筆 最大筆的是 因為我小兒子還沒上學 但是她只學一個才藝 就是那個飛騎兒 是體能的 體能的一個月大概1800左右 其實不是很貴 一個月 對 一個月就是 一堂課大概四五百塊 但是有加了保母錢 就是我們家的道府保母 是小兒子的 所以保母錢就三萬七了 她做妳家還是就是上下班 沒有 就是每天上下班 這樣子 對 所以三萬七 就五萬九千班裡面 三萬七就是小兒子的 然後另外就是大兒子的 像她安親班月費一個月一萬五 然後有學鋼琴 鋼琴一堂一千 跟畫畫也是一堂幾百塊 所以差不多她的才藝部分 一個月大概也是四千多左右 家中最不能省的 就是孩子的費用了 那麼媽媽能夠把錢 用在刀口上嗎 因為我小時候也沒什麼玩具 然後我很喜歡就是 擁有自己的秘密基地 我就覺得其實好像小朋友 都很喜歡就擁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家裡是全家人的 但是我希望好像 我有一個自己的家 所以以前小時候 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用椅子 棉被什麼之類的 變成一個 對 然後妳就會在裡面不出來 然後妳的被子有多大 妳就可以蓋多大的房子 好像每個小朋友都被蓋 真的 就把它這樣蓋 然後男生 然後男生不能進來 對 然後妳就整天 這還可以蓋起來 妳整天妳就會在裡面 然後妳媽媽就找不到妳 然後妳就會覺得 對 妳會覺得她找不到妳 但她其實知道妳在哪 她就會躲在裡面 然後就不出來 有時候甚至吃飯時間 妳都會想要拿著 然後躲在裡面 然後在裡面吃 那妳媽媽應該很開心吧 就終於安靜了 對 會在裡面放手電筒 對 妳會把妳所有的家當 都放在這裡面 所以妳還現在也會嗎 我們家的客廳 帳篷 可愛 這我家也有一組 對 就是會讓她在裡面 然後而且我自己 就是也常常進去 跟她一起玩 她真的會躲在裡面 會 她真的把所有 小孩子很喜歡 所有的東西都在裡面 妳把妳的抱枕 娃娃都塞在裡面 對 她自己就會放 而且妳有時候會聽到 她在裡面講故事 因為她排了一整圈的娃娃 然後就對她們講 現在要上課囉 我朋友很喜歡當老師 對 但這個是比較輕微的 就是這個是比較 輕微的 有重度的 這個比較重度一點點 就是我幫她買了一張床 我看 這一張床 很像一個家 對 而且這個床是 妳看爸爸親自這樣組裝起來的 妳老公 妳看我老公就在裡面跟他玩 老公跟他在二樓 對 但是這張床 我要先說 我覺得我這個錢 有花在很合適的地方 價位應該是金的 對 因為這一張床 就是我那時候看到她 大概 等一下 這不是訂做了嗎 這麼貴 這真的叫刀口嗎 等一下 我還沒講完 聽我講完 妳就知道我花在刀口上 因為那時候看到二十多萬 可是我就想說我兒子 真的好像很需要 我自己也很想要 所以我就用海運的方式 把它直接從原產地運回來 它是在瑞士 它在丹麥 對 然後這次全部都是郵寄 而且這個很棒 是因為它可以變成兩張單人床 就是我之後可以 它可以變 它可以改變 然後呢 而且 這張床它可以變成 就是那時候我把它運回來後 這張床直接現成七萬塊 直接價價 原價再省七萬的話 原價再省七萬塊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不然我們一人出一半 那竟然就再一半了 所以七萬是妳拿安慰自己的 對 因為二十萬這樣開樓也算高 很高 而且它二十萬還沒加枕頭床墊 沒有 全部 它是全部加起來 我實際買到是 床墊也有嗎 對 三張床墊 所以十三萬 然後我要說 為什麼我說花在刀口上 是因為 妳要想 剛剛她說到就是 現在房子 土地 空間 空間最貴 所以妳知道這張床 因為我現在 我們家是那種客廳很大 可是房間非常小 現在我有兩個小孩 我兒子的房間 我們家只有一間小孩房 那妳那麼小的空間 根本不可能睡那麼多人 這張床可以睡三個人 下面還有車 它上面還有一個車 而且它是200公分 妳知道那過年的時候 我兒子睡上面 我爸睡這裡 我媽睡這裡 拉出來的床 那很實用 可以親戚來的時候 小小一張床 可以睡這麼多人 可以順便幫忙看小孩 值 值得 要不要買 要 不要轉手賣 給我一下 我還很 我很愛他 我覺得其實很划算 這個值 值嗎 我覺得重點是 小朋友有個空 有個回憶 對 他就覺得 我小時候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沒有我覺得 因為如果他另外一個寶寶再大一點 可以跟哥哥玩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 超棒 他們可以在房間玩一整天 然後不會 其實我覺得上下鍋對小朋友 因為那個 小時候他 就是因為他自己佈置了一個小甜點 對啊 小朋友好像都會喜歡 有一個小甜點 就是那個床可以用很久 對 這床可以用很久 對 這床可以用很久 我對一些小甜點 有一個小甜點 那都可以有很多 一句話 是有一個小甜點 是有一個小甜點 是有一個小甜點